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板块专题系列 今天手套股全面起 不怕之前券箱叫蹭高快快卖 冷继续向更高的空间停进 在这里先恭喜有交易手套股的朋友 现在他的挑战点将会在哪里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下 之前我们在10月22号有做了一期视频 券商叫你蹭高快快卖 你到底要不要卖呢 当时我们分析 只要手套股没有跌破它的复盘支撑 也就是讲它比较关键的支撑 如果没有跌破 还可以hold住 继续看一下它的动静 是向上起还是向下跌破 之前手套股有起一轮的时候 券商说手套股最坏时刻味道 所以叫你快快卖 所以当时我们分析了 如果只要它没有跌破它的复盘支撑 也就是讲比较关键的支撑 人可以继续hold着看 看它是向上还是向下 哈达的收盘价 2.07 起22分 涨幅11.9% 是很厉害的 我很久都没有看到它涨到这么厉害了 然后Cosan起9分 涨幅8% Supermax起7分 涨幅8% 我很久都没有看到它们起这么好了 不过Dogrove起4分而已 涨幅5.6% Dogrove今天起不多啊 不过还是有起 所以手套股今天是清新色的 现在我们来看Hatta最新的走势 之前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它在这里1.95的时候 突破不上回调 所以当时我们分析 它的第二支撑在1.82 而复盘支撑 也就是讲关键的支撑 1.76 如果没有跌破 还可以暂时守住看看 不需要这么快 cut loss或者套利 如果跌破了就要cut loss 但是我们没有跌破 我们可以守住 看看它能不能再起回 果然它在这里没有再跌破了 这个1.76的支撑 今天上回升一根大阳线 并突破了这个阻力1.95 这是好事有看到这个青色的蜡烛起来了 而这个parabolic指标之前 在上面出现了三个的红色圈圈 也就是讲之前的上升的势头被止损了 但是今天重新出现了 在底下出现了青色圈圈 这个是好事啊 所以代表它仍是向上起的 它走势仍然是向上的 而MACD它在升回这个水上 这个在下面是水下 这个升回水上的时候 没有死差 所以目前还保持着向上 所以它的上升动力还有在 所以配合指标还有形态 目前HAPA还是趋势还是向上的 所以现在它要挑战的是更高阻力2.24 今天它收盘在2.07 所以还有一些空间 所以我们看它能不能到达这里 或者突破继续向上更高的空间前进 所以目前的手套股 只要它不要跌回1.95 现在1.95突破过后可以转为支撑 所以在这里1.95是目前的支撑 然后1.82变成它的复盘支撑 我们如果股价一直上 我们可以把它的那个支撑一直提高上去 所以只要没有跌破这个支撑 这个是短线的支撑 有些人要看多一点 就可以把这个第二的支撑作为它的复盘支撑 它没有跌破可以继续向上看 好现在我们来看 擴散的最新走势 擴散它之前在突破了这个横盘区间过后 这个横盘就一路向上走 虽然有回调之前有回调 但是它没有跌破之前 我们所说的复盘支撑1.06 所以在这里回调了一下 调整一下没有跌破 今天继续上升一个阳线 并突破了阻力1.18 所以这是好事代表它的上升力量还有在 而这个巴拉波勒的青色圈圈还是在下面 所以它的走势还是向上的 没有被空军的力量止损 而MSCD升回水上过后没有时差 然后今天又保持向上 所以从目前配合形态来看 这个COSAN也是继续向上前进的 所以目前它要挑战的强阻力是在1.25 然后更高的阻力在1.36 而1.25和1.36是这一个区间的压力区 也就是之前的套牢盘 股价跌下来就累积了套牢盘 所以目前要看它能不能继续向上突破 来解放这些套牢盘 如果能解放 也就代表它的买盘力量 上升力量会更加的强 它才可以解放 所以目前COSAN跟其他手套股一样 它的趋势还是向上了 现在我们来看Supermax Supermax之前也是有上升的一轮 在0.95亿的时候突破不上 然后就回调 然后在这里震荡 当时我们的复盘支撑在0.82 说它不要跌破这个复盘支撑 而关键支撑在0.775 如果它跌破 因为它在这里比较接近 如果它跌破你还可以 不要cut loss的话 你还可以暂时忍受 继续看 但是如果它在跌破775 那么它就会转弱了 所以有考虑要他loss 不过它目前连0.82没有跌破 证明它还是比较强势 然后今天上升一个阳线 稍微的突破了这个强阻力 0.91 所以它整体趋势还是向上的 它的均线也是向上的 而它的parabolic圈圈还是在向下 所以它的趋势还是向上的 MSCD升回在水上后 能保持继续向上 所以目前的形势 它有机会继续挑战第二阻力 0.97 如果突破0.91 过后它有机会挑战这个第二阻力 0.97 还有更高的阻力 1.04 这一个区间 我们对照这个区间 这个也是一个压力区间 如果它能突破 那么它就有机会继续向上 所以我们要看它后市的演变 而Doggraph 目前它的上升力道没有这样强 它有上升 但是它力道没有这样快 还有它的力道没有这样长 它上到1.76 目前还没有突破向上 所以我们要看它能不能突破 这个0.76的阻力 之前它上到这里也是回调了一下 而当时这个0.75它突破了这个阻力过后 然后就转为支撑 它稍微有跌破 不过它的K线没有再向下面 它只是下影线有动到 然后又上回来了 复盘支撑在0.65 它完全没有下到这里 它只是在这个目前的支撑 0.705这里震荡 所以目前它今天升回的这个0.76附近 收盘在0.75 所以目前我们要看它能不能 突破这个强阻力0.76 如果能突破那么第二要挑战的 就是这个第二强阻力0.83 也就是这一个区间 也是压力区 看它能不能突破向上 我们希望它可以突破向上 这个MSCD在水底仍是向上 所以它的上升动力能保持 不过它的这个青色圈圈 之前被空军压下来有止损了一下 不过如果它可以突破 那么它的这个青色圈圈 又会在下面出现回 所以这个Parabolic 它比较容易止损了 所以我们是配合其他的指标还有形态看 只要它没有跌破这个复盘支撑 那么它我们还可以守住 看看它能不能继续上攻更高的价位 当然 当然我们有两个策略 就是上攻无力就要套力 但是如果你要看比较长远 是比较中期的不是短线的 那么你就可以第二策略 没有跌破你的复盘支撑 你就可以继续守住 看更高价如果跌破了 那么叫Carlos 这个也是一个止损的价位 跌破了就止损 所以当股价继续上升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些你的复盘支撑 继续往上移 继续往上移 所以之后你的利润再赚到了 如果往上移之后跌破了 那么的这一波的利润就赚到了 只是损失上面少少的部分利润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有策略性的这个交易策略 今天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按例分析仅供参考 没有买卖建议 如果大家有意见有看法 欢迎在YouTube或者Facebook page留言交流 然后我们的频道是分享大马股票技术分析 研究 交易策略探讨等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们有用 大家可以帮忙like share 还有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会继续分享更多的技术分析 视频给大家 谢谢大家